来之前啊 这还一直在想 这个于青菜 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于青菜 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静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启禀皇上 虞成龙 虞大人到 宣他进来 宣虞成龙进监 臣虞成龙叩见皇上 虞大人 快快请起 谢皇上 十几年来 一直有人在朕的耳边提起你 虞成龙 于青菜 在你来之前啊 这还一直在想 这个于青菜 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于青菜 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静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臣本草牢下势 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 诶 于爱卿 你获过三次卓益 你乃今时天下 清官第一 难能可贵啊 而且 你足足大了朕 三十七岁 朕怎能不记得 谢皇上 来 随朕过来 来 来 于爱卿 行 快快请坐 谢皇上 你们先出去吧 朕和于大人好好聊一聊 这 朕听说 你在湖北 黄州时 坚持剿辅并用之策 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匪首 成功地给招辅了过来 回禀皇上 为臣只是遵循了皇上 剿辅相继之策 才得以成功 为臣并没有其他能耐 朕还听说 你曾单济独闯东山匪朝 没想到这些贼匪 也归顺了朝廷 回皇上 却有此事 于成龙啊 你胆子可是真大呀 你果然是鱼胆大呀 你胆子竟然大到 打着康秦王的旗号 假扮了一万清兵 不费摧毁之力 就把黄州城给解威了 来 快跟人说说 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 怀禀皇上 为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 那些乱贼就顺服了 为臣并没有其他本事 要是我朝能多有几个余成龙 余青菜 余胆大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爱卿啊 能有你这样的都府 实乃是朕的福气 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呀 为臣惭愧 爱卿啊 你不必自谦 朕今日见到你十分高兴 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 今日啊 朕不准你军邻礼节 你就把这南书房 当成自己的家 快坐 谢皇上 这次你在直立 查办了马上好汉一案 惩治了一批贪官无力 你给朕除去了一块心病啊 这件事情你办得漂亮 朕知道 皇上 这次直立查办贪腐案 你秉公执法 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依法查办了 朕听了之后 甚为感动啊 皇上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 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错 新家粮所措 虽错在自身 但就其根本 错在围臣教化不理 未能让其节制贪欲 令其行走正道 历览前嫌 国与家 诚由勤俭 败由奢 勤俭看似小事 却关系到一个人 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人无简不利 家无简不忘 社稷无简必败 而国家无简 则必亡啊 于青菜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朕知道 这个雅浩一直从广西 叫到了直立 从一个七品县领 叫到了二品巡抚 官居二品 女余成龙 还叫余青菜 朕 感触很深啊 皇上 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五星独以 简素为美 微臣出身贫寒 深知百姓极苦 微臣不敢 贪图奢靡 更不敢置百姓不顾 在上不骄 高而不危 智节锦度 慢而不易 高而不危 所以长守贵业 慢而不易 所以长守负业 负贵不离其身 而后才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民人呢 臣紧急皇上教诲 爱卿啊 朕说过了 今日不准军力礼节 快坐 爱卿啊 苏水晋文里说得好啊 三代之兴 无不易损情欲 三季之衰 无不似其奢命 夏商周三代 之所以能够兴盛 正是由于 商汤周五这些开国的明军 他们懂得 抑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以苦为师之道啊 魏征曾向太宗敬言说 尚之所好 下必有甚 敬为无懈随之灭亡 唐太宗深知此道理 他在位的时候特别提倡 节俭之道 他曾想要建造宫殿 但是看到那些古代 亡国之君的教训 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节俭乃治国之本 奢侈乃亡国之音 爱卿啊 你说得好啊 朕 对照先贤 简身省心 惩恐不及 朕不敢与大羽 文王等帝君相比 但朕 兢兢业业 心存节俭 为的就是 合乎天道 爱惜民生啊 皇上以身作则 恭心勤请 并告诫天下百官谨记 兼可养联 联毙亲政 正同人和乃民心所向之理 为臣亲临教诲 莫持难忘 玉大人快快请起 爱卿啊 你乃是朕的知己啊 快走 谢皇上 原情 朕听陈廷敬说 说你们的先生 山西永明书院的山长 邢纪堂邢邢先生 已年逾九十 却还耳目聪颖 精深绝朔 依然在为学生们授课 怀皇上 为臣的先生 的确是日日授课不妥 爱卿啊 朕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商量 请皇上明示 这些年 朕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读一读 邢老先生那部 论语别叙 但不知皇上 先生的论语别叙 为臣随身带来了 爱卿啊 代朕谢谢邢老先生 皇上无须言谢 不 一定要谢 你还要告诉他 论语别叙 使朕获益匪谦 为臣遵旨 子月 为正以德 谦如北尘 居其所 而众心拱之 子月 诗三百 一言以弊之 愿 思无邪 子月 道之以正 其之以形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隔 子月 视其所饮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言搜哉 老爷回来了 大家都出来了 春晓 你看你姑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姑姑回来了 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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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不应该是不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 姑姑 嗯 皇上长啥样啊 皇上年轻英俊 仪表堂堂 余大人回来了 董先生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哪儿来的双喜 余大人赴京城觐见皇上 这不是一喜呀 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天下彻底归顺了 这 这不是又是一喜 是啊 这不就是双喜临门吗 天下终于平定了 老百姓啊 终于过上安宁的日子了 这是天大的新事 一岚 拿酒去 周先生 静阳 咱们今天好好喝一顿 好 好 老爷 家里没酒了 家里怎么会没酒啊 亭义去黄州的时候 带来的那坛老百分呢 那坛老百分 你不是当心肝宝贝一样 谁都不让动吗 谁敢不让动 拿来 我今天就要喝这个老百分 好好好 我这就去拿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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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 今天好好喝一顿 余大人呢还存着老百分呢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为了 好 来 来 上罗 你把见皇上的事 给咱们说说呀 皇上怎么样了 四个字 朝气蓬勃 来 给你朝气蓬勃 朝气蓬勃 乖 你们知道 我经见皇上的时候 皇上跟我说了什么 多说多说 虽然你没说啊 但我 我想我猜个八九不离十罢 你又猜了 说大话 你安静 皇上心里在想 于成龙这个官 到底是个什么官呢 周先生 皇上 朕乃孔明在世 皇上居然知道 我于秦菜的雅号 他还知道 这个于秦菜的雅号 一直从广西罗城 叫到了直立 皇上还与我念了一连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 历览前贤国语佳 成由勤俭 拜由赦 念对了 你又学会了 你们知道我接着皇上的话 说了什么 我脱口而出说了 未争近年唐太宗的一句话 上之有好 下必有甚 敬为无限 随之灭亡 你于成龙的胆太大了 你于成龙的胆太大了 这话是当着皇上说的吗 这话一出口 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你们知道皇上接着跟我又说了什么 他说三代之心 国武亦损秦裕 三季之衰 勿武四季奢靡 这可是禁书里一段很有名的话 皇上竟能新手捏来 皇上还跟我说 夏商周三朝为什么新盛 是因为那些开国的盛亡 商堂文武周公 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以苦为师啊 来 喂鱼青菜 来 来 鱼青菜 你还记得当年啊 你 我 还是吉人 在你们要去当官的那天晚上 咱喝酒的事吧 当然记得 那是一个飘雪的夜晚 下雪了 下雪了 润雪赵枫年 下雪了 润雪赵枫年 我们三个人在我们家 院外的磨盘上 说了一夜的话 喝了一夜的酒 这一转眼 就二十几年过去了 是啊 只可惜今天吉人不在 今天少了吉人 可还是三个人 多了一个周先生 周先生